玉琳該 芽芽一定會接電話 為什麼 因為她家裡帶小孩 對 隨時都可以接 來 要考驗就考驗帶 婚前婚後 她真的對妳不一樣嗎 當然啦 因為 我覺得一模一樣 她把妳當作金城戶 對啊 我們看的壞事 怎麼會這樣 還是有差別 現在可能結婚久了 加上有小孩 我們常常出外景 外景已經難免還在沙灘上 滾來滾去 有時候也會碰觸到這樣 不行嗎 沒有 她現在好像對我感覺 沒那麼強烈了 就變成還好 我記得以前 只要那種節目要播出的時候 想盡辦法把她拉去夜市 就是錯過那個播出的時間 夜市電視更多 到一下家電行 你逃到那邊 我都走不掉 當然我們會一直逛街 所以 可是她回來總是也會發現 你認為她對妳的觸勁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 對 因為現在 同樣的外景節目 同樣跟女生有互動對不對 她在旁邊看 我本來還像說 叫她不要看 妳說我們進房間 她說不要進什麼房間 她說堅持要看 就在這裡 看到的時候我就心裡發毛 我想說她會不會不爽怎麼樣 結果也沒有 她還會跟著妳笑 我覺得好玩 糟了 那就是不愛了 那就是沒感覺 所以以前呢 以前嫌她對我管得太嚴 現在管得不嚴以後呢 我反而有失落感 會這樣 好難失落 來 既然這樣 咱們直接Call給芽芽 好不好 來 你要跟她講 讓她 妳這一次是難度高了 妳要拍 社界續集 可是我為了成功的 把妳融入這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必須 跟她講說導演是妳 因為她對妳比較放棄 欸 這聽起來 就是在錄綜藝大人 這個太明顯了啦 沒有... 解決性蠻高的嘛 但是我不要隱匿身分 對 就是妳 導演就是妳 所以妳等一下要加入這個 我如果又講東北話 她一定才算 不行 太熟了 妳就是憲哥了 好 OK 因為我有跟她講過說 妳最近在籌備電影的設定 所以她對這個感覺是OK的 那就講 那個中國大陸第一 對 那個... 燕心 柳妍 柳妍 好不好 妳有必要的話 麻煩妳也留言 我先留言 是 好的 有必要的話 對 好 OK Call out Call out Let's go YAA 喂 喂 哎呀呀 妳在幹嘛 妳在大便 幹嘛 沒有 幹嘛 我不是跟你講過說 憲哥要籌備電影 多了是有用的 我就常常跟你講說 人有時候多相處 多談一些工作的事情 好康的就會來 那個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憲哥 所以他在那個大陸那邊 就一直推薦 我去參與這個演出這樣子 他那部電影 憲哥的哪位開玩笑 他不會的啦 但是我先講劇情 因為劇情 劇情跟那個李安那部射界 有一點像 他就取名叫做 射界惡這樣子 他當你是梁朝偉 對啊 你知道本來這部電影 是李安要導的啦 但是因為李安後來不是 也在忙那個新科技的電影 不是啦 你吃到消油 你怎麼一直在笑 我跟妳講啦 不是啊 多少錢 我跟妳講那個淵源 就是本來是李安 因為第一部是他導的 李安現在不是在忙著 搞那個新科技的電影 所以他就找他的這個 好學弟 因為他們是台藝大的 他就想說 這個事情交給學弟來處理 比較靠譜 他比較安心這樣子 那部戲裡面 可能要跟妳溝通一下 就是說因為女主角 有那個 中立子跟柳妍 我在當中會跟他們有 有 有一些 那個 那個算是 床戲這樣子 憲哥說 那你要露雞雞嗎 露雞雞 你也知道這是我 多年來的心願 就只差這一筆路而已了 我就稱為我國際巨星這樣子 做雞雞的話 變成國際巨星了 你換過來人家特寫妳的雞雞 然後只記得妳的雞雞 不記得妳的臉 那不行 因為他如果只要雞雞 他會找那種雞雞的替身演員 我又不是雞雞的特身演員 對啊 你覺得他可能都沒我的臉 那只露我那裡 那 對啊 那就不對 因為他們希望我們趕快決定 因為那個 因為人家流言也飛來一趟了 那現在我們都跟憲哥在聊 如我如荼這樣子 那不然我請憲哥跟妳講好了 欸 雅雅 欸 憲哥好 欸 阿姨啊 怎麼他 我跟你講這個戲喬好久 才變成這個 玉琳 什麼 對 喔 真的 對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戲喔 他是在東北來拍 他的冰天雪地 那第一個cut他就是墨河橋 他是一種很想像空間的戲 然後玉琳他是背面 他穿進而過他全裸 然後瘋狂狂叫 啊 然後引起兩個女主角 然後最後那個比較 三人大戰是在最後才會出現 三人大戰好不好 我們有一張這個清朝的床 距離現在兩百多年 三個人就 啊 在床上 啊 拚啊 拚啊 最後 那錢不多 錢不多 但是可以有機會走向國際 你等一下 玉琳你跟他講 你跟他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能我們這一生 你早在那邊開玩笑了 可能我們這一生就 對不對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 好 我是很真心的說 希望這一次能撐 因為我看憲哥 也不像在開玩笑的樣子 你要不要先請他 匯款再說 先匯款 憲哥的人不用懷疑他這種事情 他是說八萬 八萬人民幣 哇 那 八萬五 也差不多快四十萬啦 OK的啦 那如果 票房大賣了 啊 就 女兒子機給全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啊如果可以因為這樣 我們賺很多錢 有什麼 有什麼不OK 大家都長一樣 然後出門 你的女兒長大會 會被人家說 你爸爸的女兒子機怎麼樣怎麼樣 來討論你OK嗎 對啦 變成國際名機啦 那你OK嗎 而且你也知道 你覺得你還有臉可以出門嗎 你敢跟你女兒一起出門嗎 沒有 你也知道那個 然後人家 不看你的臉 只看你的下面那個機機 你OK嗎 不是 你也知道 那個洗過就是新的啊 這不是 是大家都會在討論啊 因為憲哥自己也要參與演出啦 因為我是跟柳妍 他是跟中立體啦 對啊 他憲哥 憲哥 Local King他都沒關係的 對不對 他小孩長大啦 小孩長大可以理解啦 你小孩那麼小 他要從幼稚園 然後一直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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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吧 啊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因為我知道你比較 還是你以後都不要跟女兒出門 沒有 你現在比較介意我跟柳妍這個事情 要不然那個床氣改成我 我跟憲哥這樣可以嗎 就是只看得到他的啦 啊我被弄這樣子 你小孩在那邊是神經病喔 好啦 要不然我回去就跟你討論啦 因為電話也講不清楚 對啊 對啊 好不好 對啊 因為他在講清楚 你講什麼東西 好 OK 我回去跟你聊 OK 神經病嘛 那個誰會相信嘛 來來來 回去 怎麼改成你跟憲哥 對啊 有啦 我跟你講還是在意啦 但是我們剛剛那個人 騙得太不紮實了 對啊 一聽應該就破綻百出了 他應該想就想說 我們是在開玩笑對不對